在熟悉的世界 在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神奇 用实验来验证传言的真相 各位好欢迎来到原来如此 我是怨怨 很多观众朋友都反映说 特别喜欢我们场上这一支 专业敬业的实验团队 没错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 创造性想象力 还有对科学不懈的探究和严谨 论证的这种态度 确实让人非常的敬佩 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请出 我们的实验团队和他们的领头人 圣春有请 您请 真好 我是本期实验的主持者圣春 我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的重量级的 非常专业的实验团队 辛苦了 越来越有派头了 圣春你的团队 真的我们的团队 最近做了很大的工作 使得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专业 而且那实验的深度也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没错 不过你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现场也有一支 特别有发言权的队伍 已经准备好质疑你的实验了 可以吗 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实验团队绝对是经得起挑战 而且他们做的所有的实验 都是希望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粉碎 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实的传言 从而走出生活的舞区 是的 来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三位大众观察团的团员 先从阿姨开始吧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北京市海淀区退休干部 您是 杨秀荣 杨阿姨 喜欢退休之后 喜欢提花卷 为什么我们每期都会请出这样一个嘉宾 她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是 但是也不要小看我们年轻这个层面一点的这个大众观察团 中间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子 我是一个职业的七星者 然后我 对 七星者 你怎么样 你觉得自己的生活经验丰富吗 我可能在现实中的生活不是那么经验丰富 但是我在户外的经验非常丰富 太好了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贴近 待会再说出我们的主题 最后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东城区的 我从事的行业是金融证券 您贵心啊 我姓丁 叫丁丽 一位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经验的 一个是非常有户外经验的 另外一个做金融的一般都比较理性 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有的看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将从哪里开始呢 元元 别急 马上就知道了 在咱们开始之前 先让大家轻松一段 来看一段表演 这冬天到了 这白菜九分钱一锦 太好了 爸 我出去吧 来来来 回来回来 你这是去哪儿啊 出去啊 你船的也太少了 下船没有船的啊 哎呀 我不冷 我有大衣 大衣很长 来来来 爸给你买洗脉的衣服 洗脉的裤子 棉裤 你这太丑了 我不穿 老话说 浅层沙不如一层棉 来来来 哎呀 不穿不穿 太难看了 我走了啊 拜拜 不停捞人烟 石魁在言千 刚才在表演当中呢 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叫千层沙不如一层棉 那这句话是真是假的 千层沙不如一层棉 这句老话是真的吗 千百年来 人们冬季的保暖服 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从原始的瘦皮 发展到登月的 最新科技面料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即便只是保暖这样 延续了数千年的 简单需求 也一样会成为 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 穿衣问题 千层沙不如一层棉 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样我先问三位一个问题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 保温的材料 阿姨 我认为那个天然纤维 比如说棉和毛 这是 棉和毛很暖和 对 大冷天的人就穿 棉的和毛的就够用了 是吧 我觉得可以 行 你觉得那王子 我觉得应该是羽绒 因为羽绒和热性比较好 而且可以把热量 都集中到这个羽绒服的里边 至少睡袋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羽绒服 也应该是这样 羊毛绒 我觉得这个好像 我经常有的时候 就穿上一件羊毛绒 就觉得很暖和了 羊绒 对羊绒这样的 这三位的意见完全不一样 这个棉毛 羽绒和羊毛 或羊绒 盛春 究竟应该什么最保暖 那穿在身上冷与暖 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请出我们的实验团队 好 大家看 我们的实验车上 摆放的这些实验器材 大家应该不陌生 小令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我准备了一个天瓶 天瓶上面放了两种材料 一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用的棉花 另外一种就是 普通的床单的布 现在这两个是一样重量的 阿姨您给我们检验一下 质量挺好 质量不错 您干棉活的时候 是不是用这种棉花 续棉被续棉袄 都是用这种 都使用它 那就没错了 好 这就是在市场上 可以购买到的 材质比较好 质量比较好的棉花 那接下来 小令还为大家展示了一个棉布 阿姨您再帮我们看看 因为您最有生活经验 这个棉布的质量 是不是纯棉 是吗阿姨 摸着不太像 是纯棉 是纯棉 就是厚 就是厚 很厚 是吧 好了 现在大家看到中间有一个天平 这个天平告诉我们 同样重量的棉花和棉布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实验就是 哪一个用起来更保暖呢 好 小令 准备的其他器材是什么 好 在这我可以准备了一盆干冰 干冰的温度是非常的低的 干冰的特性大家都应该了解 是低温 低温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就是用棉布把干冰包裹起来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温度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的手感是什么样 人体的感觉 另一个是棉花 好 现在呢 我们拿着我们的实验的道具 拿到咱们三位面前 让你来触摸一下 首先隔着棉花来触摸一下 对 干冰的温度 然后再比较一下 用另一只手最好 因为你已经有了降温了 用棉布再感受一下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好 待会再说 您 感觉到了 有感觉啊 阿姨您再试一下 好 来来 我也试试呗 你也试一试 来 有差别吗 好 好 无论是我们三位嘉宾也好 还是我们的月月也好 他们都用双手触摸了棉布和棉花 透过干冰的这个人体的感受 温度的感觉 现在说出你们的感觉 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 棉花的我感觉手触摸的时候 虽然感到寒意 但是远不如棉布所透出这个寒意更加凉 就是棉布这边明显要冷 是吧 要冷一些 好 王子 因为我觉得好像手碰在棉布上的时候 这个寒气上来的更快 而棉花的传导性就比较迈着 就几乎没有感觉到有室温有什么改变 好极了 棉花觉得割热 那个棉布就不太割热 这是刚才我们现场的三位啊 身体的直接感受 这种感受跟真实的科学是否一致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出专家出场 我们要请出的是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纺织制品检测中心 主任王宝军 还有上海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化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化平博士 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 你看 今天我们现场呢 说了这个话题啊 就是人体穿什么东西才会感觉暖 两位专家一到现场之后 我们虽然是在冬天如暮春风一般啊 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 现场去帮他们解答一下 好吗 欢迎你们 这样两位入座之后呢 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哈 两位觉得这个保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刚才大家说的羊毛也好 洋葱也好 还有棉花 这个羽绒也好 甚至包括我们DNN等等这些 它这个导入系数 实际上呢 有差异 但是差异呢 不大 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蓬松 很蓬松 那么呢 它就保暖性 好我们先说这么多哈 这位王老师您怎么看 一定要有一定的蓬松度 一要把湿气能传出去 同时呢 又能把温度能保持住 前面观众代表体验了直接的感受 专家提出 不同的面料纤维 本身对热的传导差别并不大 人体对保暖的感受 更主要的来自于服装材质的蓬松度 因为蓬松的空间结构 能够储存更多的空气 所以说空气对人体的保暖非常重要 其实总结一下 压缩一下 这个空气是最好的保温的介质 这个实验啊 说实话 对我们实验团队来说比较难 因为要让大家直观的看到 这不容易 但是我们实验团队 就是让我们这样有信心 仍然找到了让大家一目了然的东西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表的就是热传递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模型呢就相当于物质中的分子排列的结构 大家看啊 当我撞击最边上这个小球的时候 在另外一边小球就会被弹起来 因为像金属石头这样的物体中 分子排列是相对紧密的 所以啊 这个热很容易在这些小球之间产生快速的传递 也就是说 分子排列的越紧密 这个传递的速度就越快 反过来呢 因为这个空气中的分子排列没有那么紧密 所以啊 这个热传递的速度就比较慢了 实际上增加衣服的材料的蓬松度 就是增加了中间的空气 所以说空气是很好的保冷戒指 很多电视机前观众 这时候就会聪明的联想 怪不得我在这个睡棉被的时候 睡着的时候时间长了 就发现棉被啊 越来越保暖了 但是当这个阳光好的时候 我们在太阳下晒一晒 然后再敲打敲打 发现这个棉被又重新暖和起来了 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道理呢 有没有切身的感受 有的 有 阿姨有是吧 平常经常晒被子 我晒的啥 这次节目做完以后 我过几天就晒一次 晒被子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一边晒 一边在那太阳光底 还得敲敲打打是吧 我母亲啊 就是她经常干这个事 我以前理解是 就是用太阳杀杀菌啊什么的 但没有想过 这可能是个保暖的过程 说来说去呢 又绕回到我们的话题的开始啊 说千层杀不如一层棉 这有没有道理呢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来 大家跟我往这边看 看 这个呢是一个树显温度计 就是这底下啊是探头 它呢通过 温度探头 对 我先把它打开 上面有毒树 这个探头就能够感知到 它上面的探头周围的温度 对 那接下来两个呢 是一个是棉花 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千层杀的这个杀 千层杀到底顶不顶一层棉呢 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实验 实际上它俩现在的温度已经 因为这是同一个环境下的温度 基本上都是23点左右 对 好 我们还是用实验器去这个干冰 作为道具 做实验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干冰 分别用棉花和纱布给它包裹起来 大家看 我们用棉花和纱布分别包裹了两个温度探头 然后放在干冰里 干冰的温度肯定都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仪表的变化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这个测试的仪表 看到这个纱和棉的保暖效果 我们看看 沙的一边 刚才同样是23.1摄氏度的室温 现在呢在不断地下降 已经到了21.7 还在往下降21.6 而这边呢至少两边有一度的温差 试验中显示出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棉和沙在温度下降上的区别 大概有一摄氏度左右 一摄氏度对于我们人体感受 会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人的体温在一天中就会有一摄氏度的变化 但人们并没有明显的感受 所以说一摄氏度的温差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难道冬天里千层沙不如一层棉这句老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这个道理应该是棉花比那个沙要割热 我觉得现在好像温度差别的不大 是不是你的实验不够极端化 你别忘了什么时候穿棉 冬季才穿棉 夏天不会穿棉 对不对 那冬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刚才这个实验当中我们似乎忽略掉了 寒风呼啸 风在不停地吹 那这个时候沙和棉是不是就会有更大的变化呢 我们的C船机镜头可以推进一点 大家可以清楚地清晰地看到 这个沙的这边的探头 这个温度在明显地下降 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3点几度 而下降的趋势非常快 马上到12点几度 现在而棉的这边是20度左右 所以这个温差表现出来 在冬天的环境里 我们就知道沙和棉的区别是什么样 这个就说明了 我们这个衣服的保暖 一方面要含的空气多 第二呢还有防风 棉花里边本身还有一个静子 然后呢在做成这个作为机构的时候 它多了一个静子的空气层 静子的空气层呢 还有一个什么 外边有一个自密层 所以我们的女容服 比如说内层跟外层 特别是外层的时候 我们心肺非常是自密的 所以一般来说是超细之物 然后呢就可以防风 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老话 皮裤套棉裤 必然有缘故 又还有人能帮我对出下半句真好 实际说的是一个道理 就是羽绒服它里面的料子 无论再好 外面势必要包上一层高密度的致密层 是吧 保护住那一层温暖的空气 还有我们穿的那个皮夹克 这个里面还是要有一件贴身的小耳 才会真正达到保暖的效果 所以呢这一条传闻我们就解决了 千层纱不如一层棉是真的 因为纱的纺织纹路疏松 空隙大容易透风 而棉花结构相对密实 在经常有大风的冬天 棉花蓬松的结构 还可以保存更多的空气 让我们感觉到温暖 所以千层纱不如一层棉是真的 下一条传言是关于什么的呢 圣针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 这个吃饱穿暖 是人们最关注的事情 那关于穿的话题 人们的各种各样的传门也好 这个留言也好 非常多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还是跟穿有关 您看看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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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看过了这段模特的走秀之后 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说的话题 是跟这个保暖内衣有关的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今天我们请来的专家 也是服装纤维生产方面的专家 是国家功能性差别化纤维开发基地 苏州金辉纤维新材料有钱公司的谭辉 来 欢迎他 好 刚才这段走上前台来 已经不太像这个材料方面的专家了 像服装设计大师一样 欢迎你 谭先生 好 既然谭先生是专家 咱们得让专家给我们指认一下 这三种材质分别都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考验我了 因为材料这个分的面很广 但是我想从那个保暖内衣的情况来看 无非那几种原料 我看一下这边是 专家事情也不知道 要看一下才知道 要触摸一下手感 这应该是 从颜色来看 这个应该是竹炭的里程 等一下 等一下 竹炭的纤维 竹炭纤维 对吗 竹炭纤维 竹炭纤维 好 它身上是有标牌 它自己知道什么样材质 这个好像是 里程是羊毛好像 外面是 羊毛 来 我试试 我对羊有一定的了解 这是羊毛啊 对吗 对 来 鼓掌 道总是专家 来 这位 我看这个叫化纤 这个应该就是百分之百低伦的 拉龙了 等于说化纤产品的一种 对 是吧 这个我也看 对不对 对 好 好了 请我们的专家就座 好 在冬天的时候 尤其在北方 这个保暖的衣可太实用了 可是保暖的衣呢 就有各种各样 打着不同的名号 还有功能 对于寒冷的冬季 一身保暖的衣服必不可少 然而 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 花样翻新的保暖材料 很多消费者都无所适从 远红外保暖内衣 一直是冬季保暖市场的宠儿 街头巷尾 随处可见这类产品广告的身影 那么这些所谓功效非凡的 预寒保健效果 真的如此神奇吗 所以我特别想听听 月月 你问我们现场的这个 我们的现场的嘉宾 他们对这个保暖内衣 知道的有多少 都不知道应该穿什么了 从来不穿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因为它不是很合身 第一不合身 而且它里边肯定透风 只要一透风 温度全没了 我宁愿穿这些排汗衣 然后再穿一个雨红服 我宁愿那么穿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保暖内衣吹得云山雾炸的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以前用过那个叫远红外的 好像这一类的内衣还不错 有这样的 就是据说它也有这种 跟体温啊 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热量功能 但具体的那情况我不清楚啊 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错 商场里的远红外线保暖内衣 据说可以依靠在自然界和人体中 吸收一种不可见的远红外线 来产生良好的热效应 所以说远红外保暖内衣 是一种可以自己产生热量的产品 说这个远红外的保暖内衣 它可以自己就产生热量 是真的吗 到底远红外保暖内衣 是不是一种可以自己产生热量的 高科技产品呢 我认为不可以 你这个 你在身上 你用什么材质啊 它自个儿 你没有能量转换呢 它热量哪来的 就是热量哪来的呀 我觉得因为远红外 可能只是个概念 我觉得就是忽悠的 就是忽悠的 就是忽悠 来 丁丽 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但是具体的我真说不上来 它能实验吧 我觉得实验是最有力量的 是吧 来 姓珍 我们还是要求助一下你 对于市场各种各样 这个说法的保暖内衣 说红外线保暖内衣 什么远红外线保暖内衣 我们首先得清楚 这个概念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专家 这是专业同事 红外热像仪 和紫外成像仪的 上海日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的专家 陈聚文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来 欢迎一下 陈先生 您是刚从机场赶来吗 真的是 您这个皮箱里 还带着什么特殊的东西 这里面带了一台 这个红外线热像仪 红外线热像仪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 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解释一下 红外线热像仪是一种 就是把看不见的红外线 转化为可以看得见的图像 是一种转换设备 所以红外线比较是看不见的 红外线是太阳光线中 众多不可见光线中的一种 由英国科学家霍西尔 于1800年发现 又称为红外热辐射 霍西尔当时将太阳光 用三门镜分解开 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带位置上 放置了温度计 试图测量各种颜色的光的加热效应 结果发现 位于红光外侧的那支温度计 升温最快 因此得到结论 太阳光谱中 红光的外侧必定存在 看不见的光线 这就是红外线 既然您来了 又把那么大的家伙事 带到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展示一下 当然当然 好 来 实际上陈先生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红外线 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有哪些应用 事实上红外线 事实上是无处不在的 因为就是 它可以把我们看不见的 这个温度场 就要通过我们这个设备 就要展现出来 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比较 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它可能在这里显示的就是红色 地球上的物体 只要高于绝对零度 就是零下273度以上 它都会发出红外线 只是我们的人的眼睛 你刚才再说一下度数多少 零下273度 零下273度以上就会有显示 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任何物体 都会辐射去红外线 就是我们地球上几乎没有零下200度以下的地方 当然 那我要看看我到底有多热 有多红 好不好 OK 来 事实上通这个红外图像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主持人的 这个太阳穴这个温度是比较高 这里 对 你摸摸耳垂这个地方 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哦 还有 挺显著的 你的牙齿这个地方温度比较低 对 这个要比较热的话我就可以给食物加热 事实上我这个红外图像家一拍的话 这个被车物体的任何一点的温度厂都在我这个显示 LCT上显示出来了 无处可操 我们先来感谢陈先生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越来如此的实验 好 谢谢您 好了 红外线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明白了 是吧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 是远红外的保暖内衣 它能不能够自己产生热量 实验能够证明一切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实验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实验都准备了哪些器材 在这儿啊 我们也准备了一套专业的这个测试的器材 这儿有一个箱子 箱子这个鞋面上有两块材料 颜色一样 但是呢 它面料不一样 一块是普通的面料 普通面料 还有一个远红外面料 对 这就是所谓的远红外面料 大家看 颜色是一致的 在专家的这个指导之下 必须要求颜色一致 才能够测出这个准确的温度 那接下来这两个仪器是两支卤素灯 我们都知道光是可以发热的 我用这个光呢 照射在这两块不同面料的布上 然后用这个摇杆测温仪 来感受一下 这两个光束点 它们的温度差异到底是多少 首先在这个灯打开之前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基础的温度是多少 好 好 现在我们看到 普通面料的温度是32摄氏度 换到远红外面料 现在远红外面料的温度也是32度 那接下来我们在光照作用之下 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好 我们看 两支卤素灯的光线直对着两个不同的面料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温度 现在33 普通面料的温度显示 最高值达到33摄氏度 我们再看远红外面料 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35还在往上升 35摄氏度 好 通过短时间的这样一个测试 它们的温差是2摄氏度 普通面料和远红外面料 在测试前的基础温度都是32摄氏度 经过30秒的鲁素灯照射后 普通面料的温度上升到33摄氏度 远红外面料的温度上升到35摄氏度 两者之间相差2摄氏度 做这实验我还是有个想法 你不给它光照 远红外它产生不了 那么你做成面料以后 那么这个能源从何而来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32度左右 都在发射一种远红外线 所以我们在特定的环境里面 通过远红外的补助仪会找到 也就是我们选用的物资 是通过人自身的远红外去发射 它吸收并反射给人体 是这样的概念 就远红外不是外面来的一种 实际上人体就在发射 人每时每刻都在发射远红外 所以这个不叫 你阿姨觉得远红外线 是外面强加给它的能量 不对 是人体本身在发射远红外 阿姨 这个问题给您解决了吗 人体这个远红外线发射完以后 然后这个面料吸收 吸收然后反过来带作用 面料里面的物资 它能吸收远红外并能反射远红外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远红外线微的开发 实际上很重要一点 实际上首先是什么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比较高效的温 就是温度转化为远红外发射器的一个载体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第一代 就是一个陶瓷粉 陶瓷粉的那个成分是什么 主要是什么成分呢 比如说是养花稿 养花铭 养花铝 等等 大家知道的 因为我想牙医民肯定知道 你冬天你煮汤 肯定用陶瓷锅 就是这个原理 为什么 它保管时间长 也就是说我们陶瓷粉 就是采用这个原理 在刚才我们说到了远红外当中 咸味当中加入陶瓷粉 是不是就是加入了 这个咸味的加强了它的运动性 因为我们都是说运动能够产生热量 所以能够让这个远红外加入陶瓷粉之后 会显得更温暖 固体的分子是在固定平衡位置上 做无规则振动 而红外线的频率比可见光 更接近固体物质分子的固定频率 所以更容易引起分子的共振 从而产生热量 在自然界中 有一些矿物质元素 本身固有的振动频率 和红外线的频率非常接近 就像陶瓷粉选用的 高 新 煤等元素 因此 这样的矿物质元素 更容易吸收红外线的能量 转变成物质的自身能量 它接受外界的远红外以后 它自身也会振动 那么它又会发射出远红外 它实际不是一个反射的作用 而是一个接受以后产生振动 又产生远红外 如果通过我们的实验 能够看得更直观就好了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期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的方式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请我们的实验团队 直观 这个就是一个远红外纤维的放大模型 这个里面是它的纤维 然后这些小铃铛 是我们准备过节的时候用的小铃铛 它就代表的是陶瓷粉末 就是我们肉眼很难看到的 我们把它放大了 它就在纤维里面混杂着 当我们有外来的热量的时候 就会使这个远红外纤维里面的陶瓷粉 发生振动 从而产生新的热量 这样一看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就使这个纤维本身呢 具有了更多运动的可能性 所以热量也就自然产生了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知道了 传说当中啊 这个远红外的保暖内衣 可以起到保暖的效果 自己产生热量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远红外保暖内衣中 因为添加了更容易吸收 红外线的陶瓷粉末 而自然界中 红外线又无处不在 所以远红外保暖内衣 可以自己产生热量 这一条是这么说的 说远红外的保暖内衣 如果我们洗了它 它脏了 我们肯定要洗它 对不对 洗了之后 它的保暖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 远红外保暖内衣 越细越不保暖 是真的吗 陶瓷粉跟这个纤维 粘合的 好不好 贴不贴合 是吗 如果它质量好的话 我相信 它洗完了以后 还一样 跟新买的一样 是保温的 下面这个问题 我就想突然 想问问三位 这陶瓷粉和 还有这个远红外纤维的 这些纺织衣物 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我觉得是不是跟那个 有的那种户外服 上面那个防水的那种 感觉是 就是做成那种涂料 涂在上面的 陶瓷粉怎么就能 跟我们织布的这个纤维 结合到一块的 有人说涂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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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咱们还是直观的来看实验 来 大家看 我们这次上的实验道具 可能让您觉得有点意外 您这不是答非所问吗 这要把这个家伙事 面盆 水 倒蒜缸 绿豆 都拿来了 您是要给我们做点什么预验 还是怎么着 来 小牛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绿豆啊 就代表的是这个远红外纤维里面的 陶瓷粉末 对 原始的大颗粒 现在呢 我先用这个蒜罐 把这个绿豆给碾碎 就是把陶瓷粉碾碎 对 这个面呢 代表的就是远红外纤维的 原浆的那个原料 我现在把这个绿豆 搗碎了以后 倒在这个原料里面 然后 我再加入水 然后 的确 看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想啊 好多不同的物质 是很难融合到一块 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生活当中 这有一个杯子 这是一个橘子 你说那个玻璃杯子跟橘子 怎么能融合到一块呢 但是如果 它的分子 如果继续的细碎下去 没准就有了可能 说到这儿 还是请我们现场的专家 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跟和美一样的 这不过是呢 你和美的是 我们是比如说 常温 常压 力呢 也比较小 是有不同的空间条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实际工业化生产当中呢 我们有一定的温度 一般来说是要 270-80度 对 还有一定压力 一般来说呢 50公斤左右 对对 还有一个那高解释 那个力 我在说 比特币的力的话 可能是你的 1000倍 1万倍 这样一个力 就是在这样一个 条件下边 把它混合均匀了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 这个远红外浅 保暖内衣 经过水洗之后 它的保暖效果 会不会减弱呢 来 大家跟我往这看 共同看一段短片 远红外保暖内衣 上面的陶瓷粉 水洗之后会如何呢 我们特地来到了 上海东华大学 纤维材料改进国家 重点实验室 首先我们选取了一块 远红外纤维的样品 再剪出一小块 放到一个用来模拟 不同洗涤环境的 特殊仪器中 通过高速的旋转 搅拌震动 然后再送到电子显微镜 下来观察 远红外纤维上的陶瓷粉 是否会脱落 因为我们无法拆分到 一根纤维来做前后的对比 所以只能通过观察 分析一小块远红外纤维面料 从图像上 基本可以确认的是 陶瓷粉并没有发生 本质上的改变 还是求注意下三位专家 究竟这个清洗的过程 会不会影响它的功能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自备过程中 我加进去的陶瓷粉 或者是远红外的机材 是不是稳定 我告诉你完全稳定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做成远红外 些微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纳米材料了 我们把它加纳米 就够材料 他把纳米粉体 牢牢地固定在 聚集上 高分子里 机体里边 就像我们的 纳米冰箱 包括纳米空调 实际上他把那个 纳米的功能材料 注射到数量里边去 这不我们就在些微里边 我们正在起草 管家标准 标准里头我们也有这个要求 我们在洗地一定次数以后 那个性能不能下降 下降了就不行 这个传言是不是可以下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我清洗我的红外保暖内衣的话 它的保暖的效果 应该不会改变 陶瓷粉是通过纳米技术 与服装纤维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单一材料 并不是所谓的两种材料的结合 所以远红外保暖内衣 清洗后不会使用它的保暖效果 这个红外保暖内衣里面不是含有陶瓷粉吗 这个陶瓷粉会不会有放射性啊 有行业标准的话 行业标准应该不允许有放射性的 添加的辅料在衣服里面 这个应该是国家规定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构成地球和宇宙自然界一切物质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各类岩石和土壤中 还是在江河湖海的水中和大气中 都有不同数量的放射性元素存在 由于第一代陶瓷粉主要由矿物元素构成 所以它们也存在着一定的放射性 陶瓷粉有伤害人体的放射性是真的吗 究竟是不是这样 三位商家 能不能让我们安心 我们前面说了都是一个金属氧化物 并且你看那个元素周期表里我们也看到 它金属氧化主要是氧化铭 氧化铝 氧化钢 氧化芯等等 这个系列在孤度金属期 然后我们放在新的元素 我们在拿系 摇系 在那个元素周期表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以在我们在这个选用的区域里面呢 实际上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安全 元素周期表是俄国科学家门吉列夫 在1869年首先发现的 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18种元素 按元素的原子叙述递增排列 最小的排行最先 通过元素周期表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陶瓷粉中所使用的高铝 每一等元素的位置 简单地说 元素周期表中用红色符号显示的元素 表示该元素具有明显危害人体的放射性的特点 从元素周期表上我们可以看到 放射性元素主要从第84号元素波开始 而84号之前的元素 我们基本可以看作对人体没有放射性危害的元素 实际上来说 从测试的敏感性来说 可能会有一定的放射性 这个放射性我们说是任何物质都有放射性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人体在那个阳光下边 放射性的接受的量 如果跟我们衣服量相比的话 我们可能要穿100年才能抵上一天的放射性 所以是完全是可以说是几乎是解决不到的 刚才呢 无论是我们这个现场的专家 还是我们现场的嘉宾 他们说得非常好 我一边也用一句话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专家说 任何物质都是有放射性的 而且我们现场的观众说什么呢 任何物质 任何产品 国家都有标准 只要达标 买到合格的产品 就不会有问题 前面我们了解了 我们所赖益生存的地球 始终存在着天然的放射性物质 可我们依然生活得很好 其实只要它对人体不产生危害 就可以认为 它不具备伤害人的放射性 因此 远合内饱满力云中的陶瓷粉 具有放射性 这个传闻是错误的 阿姨从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说您平常爱踢 踢件子 爱踢件子是吧 那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这个穿远红外保暖内衣呢 是不适合运动的 那这种传言对不对呢 人体产生的热量与散发的热量 一般保持平衡的状态 当热平衡时 人体体温保持稳定 若产热多于散热 则体温升高 若散热超过产热 则体温降低 运动时骨骼肌收缩 产热增加 因皮肤表面面积大 因此主要通过皮肤散热 而远红外保暖内衣中的陶瓷粉 可以吸收热能 并将热能反送回体表 所以大家担心 穿着远红外内衣运动 会使体温过高 那远红外保暖内衣 不适合运动穿的传闻 是真是假呢 穿这个远红外保暖内衣 适不适合运动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 不是那么剧烈的运动 而且是那种缓带性的运动 穿是没问题 如果是那种很剧烈的运动 穿远红外内衣 是不是有点 太浪费了 如果发射热量最高也就是37 它吸收也就是37 它再反射回来也就是 不会超过37 我觉得听着也像是那么回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场外的实验 现在我要进行一个场外的实验 也是在这里进行 首先这里摆着一个秒表 一会儿它会启动 这里是一个专门测量温度的一个仪器 这个是跳绳 这有一个远红外保暖内衣 接下来我就要穿着这个保暖内衣 跳绳10分钟 然后首先测一下身上的体温 然后跳绳的过程中再测一下身上体温 看究竟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去换衣服 好 现在衣服已经换完了 接下来我用这个点温笔 先测一下没有跳绳之前身上的温度 现在我衣服的表面的温度是27.60度 接下来我就用这个跳绳 跳10分钟 然后看一下10分钟以后 我这个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温度 然后看究竟跟之前有什么变化 计时可以 10分钟以后 接下来就用这个按摩 出来上这个按摩 分钟以后 我们用这个按摩 我算是想明白了 这个正常人只要说正常的话 他一定不会穿着这么多衣服 使劲扛着锻炼 他真的觉得这要受不了 他会脱了 那现在来量一下我身上的温度 刚才我量了这 现在我来试试 33度了 远红外的实验做完了 现在我们又穿上普通的衣服来进行一个跳成的测试 首先我先测一下身上的温度 我现在身上表面的温度大概是28摄氏左右 我们这个实验跟上午那个实验一样 还是10分钟 我要跳10分钟 然后再测一下身上的温度 时间 时间终于到了 还是很累跟上午一样 这是2分比 现在我再测一下身上的温度 要试一下 3分比起 3分比 3分比 2分比 这个跟上午的差别 好像 不是很大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运动的时候它会出汗 出汗马上排出去就舒服 所以我们说这个衣服穿得合适不合适 实际上我们大肩都会调节 再好的衣服 那么再透气的衣服 你运动太强烈了 你也得马上脱掉 否则的话 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出汗 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蒸发 这样的话我们任何衣服 都不可能这么快的马上蒸发出去 所以运动多了以后 必须得捡衣服去调节 是这样 所以的话这个跟远红外还不是远红外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运动的时候还是可以放心地穿远红外保暖内衣的 人们在运动时会随时根据体温增加衣物 所以远红外保暖内衣不适合运动穿 是不正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 肯定会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冬天的时候干燥的时候 这个脱衣服的时候经常会劈了啪啪啪的都是 对都是静电 人体活动时皮肤与衣服之间 以及衣服与衣服之间相互摩擦 便会产生静电 随着家用电器增多以及冬天人们大多穿化仙服装 家用电器所产生的静电荷会被人体吸收并积存起来 加之居室内墙壁和地板多属绝缘体空气干燥 因此更容易受到静电的干扰 人们认为冬天穿化仙的衣物一定会产生静电 这是真是假呢 化仙品会有静电吗 如果要是那种毛织物什么的 好像应该是没有 纯化仙的肯定有静电 但是现在有好多衣服就是加上什么东西以后就可以防静电吗 洗衣服的时候是吧 不是洗衣服的时候 不是那个放点什么防静电 就是在原料里边你就加上防静电的东西就可以的吗 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 这个化仙的衣服为什么就容易产生静电呢 这个静电是从哪来的呢 观众代表所说的静电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物质都可以说是带电的 带电的物体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围绕在原子核周围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 通常情况下它们数量相等而不表现出有电的特征 但是电子极不稳定 当两种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时 其中一方的电子会被吸引 这时失去电子的一方就会带正电 得到它的一方就会带负电 这就产生了静电 既然它会产生静电 那么从原理来说 一方面是刚性比较足 另外通过摩擦可以产生静电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防止静电可以采取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阻碍阻止它静电的产生 另外一种呢就是当静电产生以后 我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它倒掉 那很多人就同时会想 为什么我们穿纯棉的或纯毛的衣物 这静电就会小得多呢 来我们这边的实验台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实验 让大家体会一下 好 小丽告诉大家 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实验器材 其实这个棉花别看这么轻盈 它其实也是个道具 为什么呢 因为棉花是个植物啊 它是自然界生长而来的 你知道这么多棉花这一克 这么多棉花长这么大 需要用多少水吗 多少水 三升水 一克棉花三千克水 空气中是含有水分的 空气中水蒸气的溶解量 随温度不同而变化 一立方米空气 可以在十摄氏度下溶解9.41克水 在三十摄氏度下溶解30.38克水 而棉花是细小纤维 纤维对水油都具有一种吸附的作用 液体可以顺着纤维之间的间隙 自行前进 所以纯面面料具有很强的吸水性 因此也会携带更多的水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如果有经验的人啊 经常会这样做 当我们冬季穿这个化线衣物的时候 我们室内呢 可以用这个加湿器 这时候你发现这个静电产生的就很少了 或者是呢 在化线衣物表面上 喷洒一些水 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而天然的棉或毛 恰恰是因为它的吸水性非常好 可以有效的杜绝静电的产生 我们刚才说 实际上对人体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不便利 但是静电更可怕的是 在我们的一些加油站啊 炼油工人啊 等等等等 这些地方实际上对静电的要求是很高的 那么真正要从源头上解决静电的东西来 今天我带了一些不样 现在我们的国内一些品牌在用的 像这种呢是从源头解决了 也就是我提高了我显微的汗水率来达到 就是通过摩擦不让它产生静电 我要看看我看看 像我这种就是 这确实是一个化纤的东西 小令 刚才我们的嘉宾说了 这是一个新型的材料 它可以防一定程度上防止这个静电的产生 而且这是一个纯化纤的面料 咱们必须通过实验的方式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好不好 那咱们先试一下可以产生静电的吧 好 你看啊 这有一堆泡沫 咱们小时候呢都玩过 玻璃棒吸泡沫的一个实验 现在 这个剧文版 我们在拆这个电气包装的时候 经常碰到这种东西 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原料了 但是一旦这个碎末散落到空间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难去除 沾的满身都是 这就是静电的作用 它是最容易产生静电的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我们现在用这个普通的化纤材料 跟这个管子相摩擦 然后看是否能够吸浮起来 这是一个大个的静电实验 很快 就把这泡沫吸浮起来了 说明的静电是很强的 其实这样的实验在很多小学生在玩的时候都做过 就是用塑料的隔尺 不断地摩擦之后 然后看能吸这个止血是一个道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使用一下 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新型的 据说可以防静电的化纤材料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太不给力了 真的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们原来如此 就是通过无数的实验 希望大家更多的相信科学 依赖科学 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 常见的那些困惑 通过实验和专家的解答 现在我们知道了 以前我们认为化纤的衣服一定会有静电 但是有了新材料的产生之后 化纤有可能没有静电了 新型的化纤面料 通过提高本身的含水率 可以做到消贴静电 所以化纤的衣服一定有静电 是错误的 那今天呢 在我们原来如此的节目现场 我们用了很多次的实验 也通过专家的证实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选择自己的衣物 在这个冬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温暖 是的 通过我们现场的实验 还有我们三位专家的现场解答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明白啊 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些事 原来如此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